小孩子和谢娜 是这些年中国组织界最活跃的两朵奇葩 一个言辞犀利 见谁对谁 一个赶快耍宝 风风颠颠 同样大胆咧咧 不居小节 夸张无厘头的主持风格 为他们赢得了不少好感 各自的王牌节目 也是铺上粉丝心目中的经典 资料图可最近一段时间 围绕着两个人的评价并不十分友好 在事业和生活上 两人面临着相似烦恼 奠定江湖地位的那套 主持风格和人设 观众越来越不满正了 专业素养受到质疑 事业上略遭挫折 家庭也总被外界 开测不和谐人到三次时 下破路就在眼前 怎么躲过去 即便是人气顶尖的女主持 也要好好思量 人邀中国两大当红女主持的中年危机 其实我对自己真的没有自信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会做主持 综艺小姐姐的花店中 终于拆下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伪装 面对镜头总是一 富对天对地一样的小孩子 实际上一度没有自信 她会怀疑自己的主持能力 嘉宾宋家宽慰她 这何能看到你的那种场合 大家都特别喜欢 难道不是因为你的能力 她只是回忆苦笑 她会在意观众的评价 大家说我胖 说我脸肿 我都知道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对自己更严格 对待观众的喜欢 小孩子只能抱忆苦笑 综艺小姐姐的花店宋家直言 我跟你聊天最大的感受 是你一点都不爱自己 小S当场舞助演 落下眼泪 开始变老 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 再意识到并且接受这一点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2016年 康熙来了停播 是是当家节目的小S 开始尝试新节目 或许是神徒不服 主持节目时 总是对不了解的明星和话题 提不起兴趣 继续好优劳梗 即使是何彩康熊的四合体主持 也被劈完脸疲惫感 让人不适 强 这行 过往的形象 又成了40岁的小S 身上难以耍掉的包袱 这战影视圈 多年的人设 让他无法塑造出一个不那么小S的角色 前两年 马东被问及 为什么不请小S 参加奇葩说学回答 因为他太疯了 不是和正经辩论 他在微博坦言 到了40岁 会突然纠结 永远看到自己的缺点 找一堆费事来反自己 放过自己吧 小S在微博坦言自己微整形 叫自己放过自己小S微博向姐姐求助 大S一针尖血 这就是中年危机 如果说 康熙来了 平波是小S的人生滑血炉 跨年晚会和两当真人性综艺 则是谢娜的噩梦 2019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后 许多人在微博上批评谢娜强话 和总提醒谢娜不要强话 2019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参加 妻子的浪漫旅行 十一线行为也被吐槽 不照顾其他女嘉宾的心理感受 78年初 生的小S 已经年过四十 主持快乐大本营二十多年的谢娜 也即将引来自己的三十八岁生育 嘻嘻哈哈 蹦蹦跳跳的风格 显然已经不适合了 偏偏江湖地位 不允许他们坦然的走下坡路 曾经的独特 成了限制自己的瓶颈 想要改变没有途径 想要自我提升而不能 就只能面对事业和生活的双重垂打 中国最红的两大女主持 也逃不过中年危机的摧残 哪怕拼命伪装 也总有力不能急的时候 林二永远被招聘拒绝的三十五岁 也是许多普通人的噩梦 人前无所不能 人后独自心酸 几乎是所有中年人的常态 女明星面临的中年危机 是对事业上无法保持顶峰的焦虑 普通人的中年危机 则是关乎家庭生机的现实问题 对普通人而言 事业 感情 升旗 三个支柱有两个出现问题 你就进入了中年危机 这个时候 人最大的 感受 就是所有不服气 都变成了无能为力 心有余力不足 是中年人在职场 最真实的写照 那些打平多年的职场老手 许多还在高不长 低不就的位置上挣扎 对中年人来说 酒可能是排解忧愁的最好方式 请回答已久巴巴论资历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前辈 大论其他 他们或许并不那么成功 空有年份和资历 却比不上先入者的酒母后们 有激情和创造力 看着拥有大把升职机会的年轻人 越来越对一眼就能忘到头的职业生涯 感到焦虑和恐慌 跳槽 似乎成为了一个可选项 但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 这些35岁左右的职场油条 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不具备创新精神 思维保守僵化 家庭所需拖累 警律体力不足 我两小时就能做完的工作 他要做一整天 凭什么还能工资比我高 对于年轻同事来说 许多中年前辈甚至是职场 困扰的根源 2017年 LINKDLN发布了一份职场年终调查总结 其中最令人头疼的职场社交对象一起 由你的中年同事 一百分之三十四的票率高万座C位 这些都在提醒着那些中年人 你们不仅不再年轻 甚至不再被需要了 动画短片活着即胜利对女人而言 年龄增长 似乎就代表着价值流逝 哪怕他们一边操心家庭 照顾父母孩子丈夫 一边为工作交头烂额 宛如超人 也依然会成为别人眼中 或架上逐渐击亏的伤血 一项社会调查显示 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受访女性 都有着因年龄问题产生的焦虑 其中大部分女性 同时承担着职场的工作压力 和家庭关系维系的压力 想要提升自己 却总是琐事缠身 人到中年 难题都一样 一边不满现实处境 一边又不得不承认 自己早已立不从心 零三被生活加期跟不上节奏师哥里说 我不去 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但对于中年人而言 热爱真的太难了 被生活前后夹击 很难有时间喘息 记录片身体无限力 中年男子凌润中和妻子经历着 尚有老下有小的考验 母亲在大年夜昏迷 孩子疑似又自闭症 凌润中辞职在家照顾孩子后 一家人的重担 都压在了妻子身上 拼尽全力 也可能依然是遗憾 生机无限高额的花销 治疗的风险 要凌润中面对镜头 哭出声来 凌润中哭诉生活 艰辛生机无限跟不上节奏 是周年人的另一个隐痛 作为曾经微博热搜的宠儿 PAPI叫在他最新第一期视频 我发现自己不再年轻探眼 我可能不想去接受新鲜的事物 PAPI叫自术与时代脱节PAPI Tube精神跟时代出现断层 身体也开始不靠谱 一份2017年保险业理配报告显示 重大疾病平均理配 年龄为42岁 重极年轻化 在时刻提醒中年人 身体没影响的那么强硬 PAPI叫说 现在逢人就问有没有买保险 自己一年一定要体健一次 PAPI叫他体健重要性 PAPI Tube越来越新鲜 拿起了保温杯 穿上了厚大衣 拒绝美丽动人 关注其养生堂 对于年轻这个词 只剩下还没来得及珍惜的遗憾 04中年危机的解药 在你自己手中快乐的雷同 悲伤些万种 每个中年人都有着自己的焦虑 50岁的时候 北岛写了手名为生活的诗 全文只有一个字枉 没有人知道 写着首诗的时候 北岛是否也正在手中的煎熬 生活的枉 却牢牢的将当下的中年人的焦虑 过得严严实实 他们不能用只要比过去的自己更优秀 你就是人生赢家来自我欺骗 毕竟上有父母要赡养 下有孩子要教育 同时一个比一个努力 每一天都在逆水行中 如果不能进步 就会坠入深渊 不择手段 只为生存动画断片 活着极胜利自己年轻时不被承认的偶像终于被全社会接受 当年只能藏在被窝里偷偷看的武侠小说 也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 掌握了话语权的中年人真的开心了吗? 没有 偶像在被证明的同时 就已经离他远去 他们早就丢掉了叛逆 开始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普通人 说到底 所谓的时代病 其实就是在一成不变的日常轮回中失去生活的热情 没有人永远四十岁 但永远有人四十岁 中年危机在更多时候 是一种心态 而不是年龄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觉得哪条路都是不归路 于是不敢尝试 唯唯默默 一定要斟酌出一个万全之策 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 谁都是第一次活着 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有权利后悔 我们已经成为应该成 为的人 其实是一种错觉TED 岁月带来的 除了皱纹和焦虑 还有其他东西 比如阅历 反思 聚会 综艺向往的生活中 小礼与年轻的鲜肉小花们 学征 黄磊 黄伯等几位中年大叔反而成了亮点 一群中年男人常常做饭 聊聊生活 偶尔蹦出几句人生哲学 得到了许多人喜欢 奇葩说里 最上欢迎的三位台中马东 高小松 蔡康永 颜值和身材 也都在中年游你的行列中 他们却凭借学识和风趣幽默 让自己清爽脱俗 人生哲学 很多时候需要时间去慢慢老视觉中国四十多岁的董青诈别舞台 出国进修 回来后 一手做出了朗读者 中国诗词大会 等高口费节目 让人看到中年女性的有点魅力 有人二十五岁 有女士骨 满身怨气 有人四十五岁 扩大风趣 有爱生活 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 但重点是 你如何去化解 压力 如何去自我提升 走慢一点 其不止一点 都没关系 重要的是 你得有一时的往前走 与其每日靠幻想度日 不如拿出点勇气 把梦想过成现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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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